好 看完了生词和短语之后 咱们来看看28课的课文部分 看课文以前 先看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 5 pounds to dear 5磅也太贵 这个dear呢 在这里不是亲爱的 而是昂贵的 这个在第九课说过 在本文中 它相当于形容词 expensive, costly, pricey,甚至steep 都可以表示价格昂贵 steep抖笑的吗 价格太抖了 价格太高了 咱分别来读一下吧 expensive, costly 注意costly是形容词 不是副词啊 在里面 costly, pricey, steep 在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当然呢 在题目中 省掉了一个弊动词 写权了一个是5 pounds was too dear 这个was被去掉了 一般过去是什么 在过去发生的 这个为什么用was不用war呢 因为五美元 五英镑 包括什么100英里 什么200公里 都当作一个单单独的整体来看待 所以一笔钱 所以用单数处理 但注意在题目中啊 这个弊动词往往是被省略的 在英语title标题中 这个弊动词往往被去掉 不光是报纸 包括什么新闻呢 标题也是一样 咱们看这个标题 Italian ex-mayor murdered 意大利的前市长被谋杀了 这是个新闻的标题 但是里面明显省略的弊动词 应该是Italian ex-mayor was murdered 这个was被去掉了 但exper是以前的 前市长被谋杀了 所以标题中的弊动词往往可以被省略 好 咱们看一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small boats loaded with wear sped to the great liner as she was entering the harbor 当这个巨轮在进港的时候呢 那满载着户物的小船飞快地向这个大轮船行驶过来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中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还是巨的主干结构 巨的主干其实很短 就是small boats sped to the great liner 小船向巨轮行驶过来 快速过来 然后后面那个loaded with wear 这是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修饰小船 叫满载着货物的商品的这个小船 这个load咱们在以前第十二课就讲过 叫做往车上 船上装货 被装满了货物 所以用loaded with就好了 这个sped呢 就是动词speed 一般固定是speed speed做名词是速度 做动词叫快速移动快速前进 一般固定是spee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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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会做动词 然后呢 后面那个s引导的黄色的斜体字 明显是一个时间状怡从具 这s类似when的用法 当she是指着gridliner这个巨轮了 当他进海港的时候呢 这个满载着货的小船向巨轮行驶过来 但是小商贩过来了 要到巨轮上向乘客兜售货物 这是语法成本 那么先看看本文中这个前面的loaded with wear 装满了货物的小船 其实呢 这个后置定语咱们可以把它还原成一个定语从具 就是small boats which were loaded with wear 但是定语从具就啰嗦了 咱们以前多次说过 定语从具的主语关系代词 然后后面跟必动词 咱们一定可以把主语的关系代词跟必动词同时省掉 所以呢 就直接剩下过去分词短语loaded with wear 满载着货物的 然后再修持这个船就好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咱们在以前十二颗荒岛生活中 特别强的一个搭配叫be loaded with 叫满载着什么什么货物 一般前面是个交通工具 车呀 船呀 什么大卡车呀等等的 装满了什么什么东西的 满载着什么什么的 咱们复习一下这个满载着58页的第11行 十二颗荒岛生活里面 58页的第11行开始 They quickly loaded a small rubber dinghy with food matches and cans of beer and 再写下去 这两个人很快的给一个小的橡皮救生艇上 装满了一些食物 火柴和几罐啤酒 并且花了几英里穿过加勒比海 这个地方用的是主动 loaded a small rubber dinghy with 给车上装上了一个货物 如果这个小橡皮救生艇装满了货物呢 是不是可以说 the small rubber dinghy was loaded with 再把后面穿上去就好了 这是满载着货物 一般是往车 往船 往飞机里装货 满载着 用被动 后面借词不厌 还加with就好了 但是这个什么什么满呢 这个表达特别多 这是装满了货物 可以用be loaded with 那如果表示要盖满了一层什么东西呢 这个可以用be covered with 你看多数确实后面加with比较常见 就要盖满了某个东西 你不信看本文中就出现了 你看就在28课里面 本文的第三行中间开始 本文中第三行中间开始 咱们看书就好了 the decks were soon covered with colorful rocks from Persia seek from India copper coffee pots and beautiful handmade silverware 这个甲板上很快就盖满了一层什么五颜六色的波斯地毯 印度的丝绸 什么铜制的咖啡壶 还有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餐具 你看覆盖满了一层叫be covered with 这个结构也行 那如果表示装满了东西呢 一个瓶子里装满水 一个篮子里装满菜 这个可以用be filled with 你看确实一般都是假切子with be filled with 装满了 而且它做派生意也可以 我们先看它的本意 比如说瓶子里装满东西 236页的第四行开始 52颗 236页的第四行开始 看这片段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grey is substance 这个it表示这小瓶呢 瓶子里装满了一个看上去粘稠的 灰了吧唧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gray本来是灰颜色的 但grish就灰了吧唧的 有点像灰还不太像呢 你黏糊糊 灰了吧唧的东西 瓶子里装满了东西 叫be filled with 它不但可以表示里面装满了东西 还可以表示某人充满了某种情绪 你发现也用be filled with 咱们见过之后都可以模仿了 比如说咱们看看第四十八课 就是220页的第23行 220页的第23行 All at once I noticed that my wife seemed to be filled with alarm 大家还记不记得all at once是什么意思 不能翻译成全部的立刻怎么样 这不能拆开 尽管at once单独使用相当于immediately 立即立刻 但前面加副词all放在一块叫突然 像那suddenly 突然之间 我们大家读一下这连读 all at once 连到一块 我们很快来变 all at once all at once 注意要翻译成突然 突然之间 我注意到 我的老婆似乎怎么样呢 充满了惊恐 不知道出现什么可怕事 满面惊恐的神色 be filled with 我们可以加某种情绪 充满了惊讶 be filled with surprise 充满了惊恐 be filled with alarm alarm在这 表示惊恐交加这个情绪 满面惊恐的神色 充满了某种情绪 也用be filled with 咱们见过之后就可以用了 这是装满了东西或充满了 还有一个 我们在第十七课最长的吊桥里面讲过 挤满了 这个桥上挤满了汽车 这个挤满了某个东西 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讲过be packed with 或者be crammed with 就挤满了满灯灯的挤满了 这个pack本来比是打包的意思 我们上大学之前 尽量把东西装在一个包里 少拿点箱子嘛 这个路上就方便了 拼命往里塞呀 往里塞往里挤 什么皮大衣皮鞋皮户啤酒 塞到里边一大箱子 be packed with 满灯灯挤满了 或者be crammed crammed也是用力往里填塞 像填鸭一样 用力往里塞 这个叫挤满了东西 咱们复习十七课 七十八页的第十四行 七十八页的第十四行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if the bridge were packed with cars it would still only be carrying a third is total capacity 据估计即便这个桥上挤满了汽车 那只不过是它总承重量的三分之一而已 be packed with 一定得挨一个紧紧就就挤在一块 be packed with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例子 the streets were packed 或者 were crammed with Christmas shoppers 这个大街上挤满了圣诞节的购物者 人贴人 人挤人 摩肩切种 这个感觉 也可以用be packed with 或be crammed with 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块 Christmas shopper 圣诞节的购物者 好 这是挤满了 还有呢 我们看到里边填满了某个东西 说外边有个壳 有个皮儿 里边填上瓊子 填上线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叫be stuffed with 叫里边中间填满了什么东西 外边有个壳或皮儿 我们再读一下 be stuffed with 你看共同特征的后面这次都叫with 叫中间填满了 咱们看例子 比如说 pillow stuffed with feathers 一个羽毛枕头 这个stuff with是过去分词当后制能力修饰这个pillow 跟本文中这个loaded with squares做后制能力修饰小船用法一样 装满了羽毛的这个枕头 外边有个pillow case 就枕套 里边中间这个壳是羽毛 好 再比如说 duck stuff with eight treasures 这个duck是鸭子 后面这个stuff with eight treasures呢 叫里边被填满了八种宝贝的这个鸭子 这是一道菜的名字 哪个菜呢 咱们可能能猜到就八宝鸭 八宝不可能金银财宝了 那把鸭割掉了 就是把这鸭子呢 这内脏掏空了 心肝脾胃肾掏空了之后呢 往那床上好吃的东西 鸭子把它撑起来了 把那什么萝卜英子 白菜汪子 高凉骨子 塞到肚子里 把这鸭子 砰 这鸭子撑起来了 这叫八宝鸭 肚子里装上的东西 可以用它 我们看这个59克还出现了这么一个词 咱们看是什么意思 264页第二十一行中间 264页的第二十一行中间 出现这么一个小短语 叫stuffed birds 这是什么鸟呢 这表示鸟类标本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打了一个鸟 回来想做成标本的话 你必须把内脏部都掏空了 为什么 你要是里边留着心肝脾胃肾 慢慢臭了 糟糠了 这就臭了 怎么办呢 把里边内脏肉都掏出来之后 那鸟不别了吗 在里边肚子里装上一些东西 什么棉花呀 什么纸啊 把这鸟呢 把它撑起来 这鸟撑起来了 往那一站 跟活的一样 所以stuffed birds叫鸟类标本 肚子里装上东西的鸟 鸟类标本 可以用它 还有呢 你看在吃饭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说 I'm stuffed I'm sorry I'm stuffed off I go 对不起了 我得走了 我现在吃饱了 I'm stuffed 现在I'm full 肚子里别装满了 我吃饱了 这个也更多 这是中间填满东西 叫stuffed 如果填满什么东西 比stuffed with something 就好了 这是表示满 咱们做个重要的总结 好 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满载着货物的小船 注意这个主干的未动 使用的是speed 咱们说了 它来自动词speed 名词是速度 做动词 这个speed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表示抽速 这在开车的时候 用的多 He was fine for speeding 这个人因为抽速驾驶 be fine 我们大家fine 做动词什么意思 罚款的意思 他被罚款了 只是被动be fine 因为什么 for是因为 因为抽速驾驶被罚款了 但是本文中 明显不是抽速的意思 你怎么看出来抽速 本文中是快速移动 或者快速前进 表示这个意思 用的也很多 咱们看例子 We sped down the ski lobes 我们沿着这个滑雪的这个坡道 快速 滑了下去 快速移动 这个speed 一般过去时 和过去分词都是spee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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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是下去 ski是滑雪 这个loop 就是坡道的意思 这个坡 沿着滑雪 很快就下去了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快速移动 满载住户的小车 快速的像这个 The Great Liner 大家还记得吗 第十课讲过 Liner叫远洋的客轮 或者班轮 Great是巨大的 Great Liner 就是巨轮 就好了 一般是运乘客的 才能叫Liner 客轮或班轮 咱们再复习一下 在第十课出现过 五十页的第七行到第八行 五十页的第七行到第八行 The tragic th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or she went down our first voyage with heavy loss of life 这艘巨轮悲惨的沉没 将永远被人牢记 因为它首行就沉没了 死了很多人 这个Great Liner 跟本文中是一样的 巨型的运输乘客的 大型客轮 叫Great Liner 小船来干嘛 来卖东西 客轮上乘客多 来卖东西 在什么时候 As she was entering the harbor 当这个she she指车 指船指祖国 大家还记得 早就说过了 这是指这个巨轮 当它怎么 正在进海港的时候 was entering the harbor Harbor是港口 这里用词英式拼写 H-A-R-B-O-U-R 美式拼写 把O-U-R换成OR就好了 那么入港 叫Entered Harbor 得入港了 船只入港 那离港呢 船只离港了 离开港口 可以用Depart from the harbor 这比较正式的表达 你用Leave也对 但Depart 我们得叫切词了 Depart from the harbor 就是船 进港和离港 但是 出 进站和出站 一般的动词的话呢 出站 甭管是汽车还是火车 咱们可以用Station 这个词 那Pull in the station 或Draw in the station 叫进站 出站呢 Pull out of the station Draw out of the station 就出站了 这注意 车 进站 出站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Pull in the station Pull in the station 可以这么说 然后呢 Draw in the station Draw in the station 好 出站 这是进站 出站 我们再读一下 注意连读 Pull out of the station 你看Pull out of 连读变成Pull out of Pull out of 中间字母T又着化了 在里面 Pull out of the station Pull out of the station Draw out of the station Draw out of the station 叫出站了 进站 出站 飞机呢 那就起飞和着陆就好了 飞机起飞着陆 咱们二十克说过 不重复了 起飞叫take off 着陆用动词land 就好了 这是咱们说过的 当大船进港时 转着小货 这个是货物的小船 顺着大船过来了 然后呢 Before she had anchored The men from the boats had climbed on board And the deck was soon covered with colorful rugs from Persia Silks from India Copper coffee pots And the beautiful handmade silverware 这个句话也比较长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 Before she had anchored 明显是一个 时间状益从具 在这个大船呢 在抛锚之前 停靠之前 这个anchor 在词后中讲了 表示船只停泊 它既可以表示 使船只停泊 也可以表示 船只本身停泊 集物不集物都行 在这里用的是不集物 当然正确 但是这个 船只停泊 是后发生的 这些人爬到船上来之后 是先发生的 但他船还没停好 就上来了 为什么这个 后发生的事 也用过去完成时呢 这个第一段呢 有个大的语境 第一段都强调 坐着在上岸之前 发生的事 所以它通通用的是 过去完成时 你看这后边说 后边那个 head climb 过去完成时 前面head anchor 都是过去完成时 为什么 它整个这一大堆 都发生在坐着 上岸之前 都是过去的过去 所以有个大的语境 所以在 before的冲击中 依然用的是 过去完成时 这个因为有上下文 然后the man from the boat 这个话横线的 from the boat 那明显是后知定语了 从刚才那些小船上来的 这些人怎么样 head climb on board 就爬到船上来了 我们先说过 on board 可不是到船上 and and是并列列语 引出第二个并列的句子 第二句话说 the deck甲板 很快就盖满了 刚刚讲过 be covered with 对吧 盖满什么呢 你看一个边语 两个边语 三个边语 四个边语 a b c and 用and的连接 最后两个并列成分之间 一般咱们加一个and 什么呢 来自于波斯的这个五岩六四的小块地毯 这个rug一般是装饰用的小地毯 而不是那种满铺地毯 这个persia就是波斯 就现在怎么叫Iran 叫伊朗 古代叫波斯 波斯地毯有名 还有那印度的丝绸 铜制的咖啡壶 还有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银餐具 你看这个地毯是可数的rugs 丝绸可数silks 壶是可数的pots 但是sealware不可数 我们不能加s 老师说了 由where构成的复合名词 通通是不可以数的 这是把一些语法词法的一些大的框架 咱们先说一说 下面看细节 before she had anchored 在她这个抛锚停泊之前 这个用的是动词anchor 我们可以换成在词后中讲过的 抛锚 怎么说 用动词短语 before she had dropped anchor before she had cast anchor 这个anchor当名词了 叫抛锚的意思 停泊 这个drop是规则的动词 双斜披加异力就好了 但cast不规则 它的过去分词 一般过去都是cast 它没有casted 在她抛锚以前就好了 这还是都是强调 做着上岸以前发生的 所以过去都过去 然后呢 来自于小船人就爬到了船上 climb on board on board 咱们以前说过 相当于aboard 它既是一个副词 又是借词 可以表示到船上 在船上 到飞机上 在飞机上 到火车上 在火车上 都行 既可以用on board 也可以用aboard 本文中一个说climb aboard 也行 它们既可以是副词 也可以是借词 副词呢 就到船上 到飞机上 在船上 在飞机上 如果做借词呢 在某艘船上 某个飞机上 某个火车上 后面加冰语了 就可以 也本文中一个说 climb on board her on board her her就是指大船嘛 那个主格是she binger就是her 也算对 本文中知道在哪个船上 那个宾语就被省略了 也行 因为这些词 都是既是副词 又是借词 都可以 借词 后面加上交通工具 binger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on board aboard 都可以 词性 是类似on board 更正式一点 口语中 用aboard更多一些 爬到船上来之后 就把那杯的 那个货物都铺开了 所以你看这个 the decks 这些甲板 was soon covered with 很快就铺满了 刚讲过 什么呢 colorful rocks from Persia 来自于波斯的小块地毯 这个colorful 是五颜六色的鲜艳的 当然我们在21课讲过 colorful如果指人的话 也可以表示 引人注目的 多姿多彩的人物 因为他是一个派生 如果这个东西五颜六色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 大家就更愿意去看它 所以引人关注的 让人充满了乐趣 充满兴趣的 这么一个人物 叫colorful也行 引人注目 并不是这个人物五颜六色 咱们复习 106月第六行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s 全集史上 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 多姿多彩的 引人注目的colorful 形容人也行 并不是指门多萨 一会儿脑袋蓝 一会儿绿 一会儿黑 一会儿白 一会儿紫 当成外国鸡了 这是指出这个人 引人注目 colorful只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式or 或者ouer就好了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好 然后这个rock 咱们注意 你看这几个 都可以指地上铺的东西 但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先读一下 本文中这个词 rock rock 这一般是小块地毯 一般多是放在客厅里边 比如沙发中间 或壁炉前面 有个长方罐 或椭圆形的压袋圆的 这部小块地毯 是装饰用的这么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 rug rug 这是这种地毯 但是我们如果是整个屋子 连楼梯都铺满的这种满铺地毯 有的时候也叫铺满地毯 整间屋子都铺满的 用这个词 我们再来面 carpet carpet 这也是地毯 还有一个铺在地上的 就是垫子 垫子 为了怕防滑 或者是怕脚上有脏东西 可以上什么蹭一蹭的 这个地垫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mat 这是放在地上一个垫子 你看 比如说 像doormat 就是门口的这个脚垫 从外边进来 鞋上有泥 可以在上面蹭一蹭 避免把屋里地板弄脏了 还有像bathnet 叫浴室的垫子 避免里面是水 脚上有水 把它带到屋子里面来 可以在上面擦一擦 蹭一蹭 蹭鞋的这个垫子 这个叫net 也是放在地上 但是还有一些毯 就不一样了 这也叫毯 但是毯是保暖用的 这个不能铺的地 地毯不能铺到身上 这个也不能铺的地 保暖用的 在床上用的 我们读一下 blanket blanket 这几个区分开 不要搞混 这个rug是装饰用的 小块地毯 真正的大地毯 它不可能背到大船上 拿不动 好了 from Persia Persia 就泼丝了 现在伊朗这个地方 还有来自印度的丝绸 还有铜的咖啡壶 这铜咱们看一看 铜有好几个词 本文中这个铜是泛纸 任何各种各样的铜都行 我们读一下这词 copper copper 这是普通的铜 表示铜是不可数的 它表示材料是不可数的 但表示铜壁就可数了 一枚铜壁 a copper 这是可数的 还有后面这词是古代 比较落后的铜 咱们叫青铜 就容易生锈的这种 我们读一下 bronze bronze 这是青铜 还有这个黄铜 就提炼的更纯了 我们再读一下 brass brass 当然一样 英国人都用brass 美国人都用brass you are 都行 这是更纯的这个黄铜 有些固定搭配里面 你像thebronze age 是什么 大家能猜到 青铜器时代 就那时候人还不会也练什么铁呀 铝呀 更高级的东西 只会练青铜 青铜器时代 还有呢 brass band 一个铜管乐队 因为它什么 萨克斯风 小号啊 用黄铜制作的这种乐器 band是乐队吗 铜管乐队 我们再读一下 brass band 这个 后面两种铜 是更具体的一种 铜的类型 但表示铜制材料 都是不可数的 然后呢 coffee pot 就是咖啡壶 当然注意这个pot 这个词 意思特别多 本来可以表示锅 但是有的时候 也可以翻成壶 意思特别多 咱们看几个变系 你像有一个词 叫pot belly 就是我们常说的 啤酒鹿 大肚皮 这个pot像锅 belly就是肚子 扣在肚子上 像炫口锅一样 叫大肚皮 啤酒鹿 这人发福了 我们读一下 pot belly pot belly 叫啤酒鹿 但是咖啡呢 就不叫咖啡锅了 叫咖啡壶 但都是把它 这个把它去 去烧开的这个东西 类似 我们再读一下 coffee pot coffee pot 这是咖啡壶 但是这个茶呢 也叫茶壶 就不能叫茶壶了 我们再读一下 teapot teapot 这是茶壶 所以它未必都是翻译成锅 甚至有的时候呢 跟中文差别更大 以下还有个东西叫flower pot flower pot是什么呢 叫花盆 都是这么一个口大的 底儿小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再读一下 flower pot 所以这花盆 它未必真的是锅 但是有一个叫烧开水的 这个是壶了 开水壶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kettle kettle 哎 这是烧专门烧开水的这个壶 但是茶壶和这个咖啡壶不能用它 这个区分开啊 烧开水都用它 还有那个 你看有习语 这锅和壶都有了 叫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这个锅呢 说壶是黑的 这壶不符 说锅呀 你的锅底比我更黑 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 看见猪黑 看不见自己黑 或者翻译成五诗步 笑百步 对吧 哎 两个人都不怎么样 这叫锅 说壶黑 胡说你别别别 你比我锅还 锅还黑的你胡说 哎 这胡在说 是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叫平底锅 就是比较扁的炒菜烙饼用的这个锅 我们再读一下 pan pan 一般叫平底锅 还有这间锅 这老外的间锅 它也是底是平的 用来什么 什么炒菜啊 巴拉巴拉的弄熟了 我们再读一下 frying pan frying pan 专门炒菜 老外炒菜的锅底 往往也是平的 叫frying pan 再回忆这个习语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我们在这个 各有所爱 二十三课生死中讲过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 刚从炒锅里出来 结果一下进火了去了 我们当然说 糖醋活鱼 活鲤鱼往煎锅里弄 它疼 鲤鱼打挺 腰鸡发达 蹦出来了 结果掉火了 烤干了 成烤鱼了 更倒霉了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 你看这是跟 郭胡相关的 一些词汇和习语 顺便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再回到文章中 还有什么呢 美丽的手工制作的餐具 Handmade 手工制作的 那么这个 Silverware 不可署名词 就是这个餐具 也可以表示银器 但是本文中 是指餐具的意思 不可署名词 我们说了 It was difficult not to be tempted 如果不要 要不被引诱 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是外国人 看了很多新鲜东西 五颜六色的 可能很多人 多数人想掏钱买了 这个it很简单 是个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的 not to be tempted 依然是动词不定式 这个否定结构 是真正主语 这个是很困难的 就好了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要避免受引诱 是很难的 避免被引诱 避免在26课刚刚讲过 叫avoid being done 还记得吗 那本文中该怎么说 It was difficult to avoid being tempted 避免受引诱 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表达也正确 避免avoid 后面一定加动名词 被动呢 逼应诞就好了 如果忘记 复习 126页课文低行 126页课文低行 No one can avoid being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没有人可以避免受到广告的影响 你看 在这避免受引诱 避免受影响 这结构不是类似的吗 这么说也行 也可以用咱们第九课讲过的 要抵制诱惑 是太难了 抵制诱惑 咱们是不是当时讲过 诱惑的名字叫temptation 抵制 可以用动词resist 你看本文带进去 也行 这是用paraphrade 诠释文章的方法 咱们写作中 怎么写怎么有 左右逢源 怎么说呢 It was difficult to resist temptation 要抵制诱惑 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再读一下 抵制诱惑的端语 Resist temptation 抵制诱惑 实在是太难了 表达类似 我们有不同的表达 含义是差不太多的 好 那么怎么叫很困难呢 你看很多游客就 被吸引掏钱 要买东西了 你看 Many of the tourists on board had begun bargaining with the tourists man But I decided not to buy anything until I had disembarked 很多船上的游客 受不住引诱 就开始跟这些商人 讨价还价了 但是作者有经验 你这船上卖的肯定贵 我到城里市场买一定便宜 但是我决定呢 在我下船之前 不买任何东西 我直到下船以后才买东西 这是作者要做决定 咱们这句话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Many of the tourists on board 这个on board是后制定语 还是表示在船上的 船上的很多游客怎么样 开始跟商人讨价还价 你看 与某人讨价还价 词语法中说了 bargain with somebody 看到了吧 只不过他没有说关于什么 如果关于什么 咱们后面还知道 可以用over和about something 讲过了 但是but 又是并列廉词 but引出两个并列句 那么第二句话说 我决定下船之后再买东西 直到下船再买东西 这有个not 后面这until until当然是个时间状语 从去直到 但是until跟not连用 可以发现直到才 我决定直到下船再买东西 而不要在船上买 就好了 迪森伯 不究动词 如果非要加借词 迪森伯 from the grid ship 从大船上下来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句子语法成分的一个分析 下面再看一些细节 这个我决定 看后面 我决定下船之后 才买东西 不在船上买 也可以这么来说 我决定先下船 然后再买东西 这个也通顺呢 我决定先下船 然后再买东西 这个然后用哪个词呢 咱们在前面曾经讲过 有一个特殊的词叫before before可以翻译成然后 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咱们复习这个句子 I shaved before I went to the party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这个晚会 而不翻译成 我在参加晚会 之前先刮脸 这个别扭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晚会 但是这个次序 确实都一样 确实是先刮脸 去参加晚会是后发声的 但是这个before经常可以翻译成然后 那本文中用before带进去呢 多好几 我决定先下船 然后买东西 but I decided to disembark 我决定先下船 before I bought anything 或者说before buying anything 都行 为什么呢 因为before表示 然后 它词性灵活嘛 我们说before 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连词 也可以当借词 在第一个片段里面 这是当连词 后面加时间状元从据 第二个before呢 做借词 后面加动名词了 但是before都可以翻译成然后 我决定 这是不能翻译成 在我买东西以前先下船 不同顺 我决定先下船 然后再买东西 这个before有这个含义 注意写作中可以切剑 咱们看一道输户题 137页第四题 这个题出得不错 咱们看一看 137页的第四题 好 我们一块做这题 注意要符合原文 他说 but I decided to disembark 但我决定先下船 然后 应该选拿一个 我们看到正确答案只有d before buying anything 然后再买东西 这个before在这当借词来用 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 B和C两个 直接立刻排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until 前面没有否定词 后面叫until 那么前面这个动作 一定是可延续的动作 但是本文中下船 是个瞬间期的动作 不可延续 你不能说 我决定下船 一直下到买东西为止 这根本是荒谬的 until前面这动词不可延续 因为它肯定的 能不能说 我下船一直到买东西 我下船一看 哟 没买到东西再回来吧 再下船没有再回来吧 一直下船 下到了买东西 不可能的 所以until 甭管后面是什么 都不对 直接立刻排除了 关键是A before I would buy anything 为什么A错呢 这里用过去将来时 是似乎是对的 你看对比屏幕上 屏幕上用的是 before I bought anything 屏幕上用的是 一般过的事 而这个错误答案里 用的是过去将来时 有的时候好像 过去将来时更有道理 那个时候不是将要买还没买了吗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状欲从句 有的时候跟这个条件状欲从句类似 时间状欲从句中 是用一般时代替将来时 在这儿呢 就是一般过去时 代替过去将来时 就跟if从句一样 如果明天下雨 if it rains tomorrow 而不说if it will rain 跟它类似 比如要过很久 我们才能再次见面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就不能说 before we will meet again 尽管我们还没有再次见面 但是主句将来时 从句 before从句 是现在时 时间状欲从句 有这特征 所以本文中 这个一般过的事是对的 而第四题A选项 before I would 反而是错的 你就记住这句话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这是用一般现代时 代替一般将来时 在这儿呢 一般过去时 代替过去将来时 一般时代替 这个将来时 这个含义 好 第一段先介绍了 这个大致的背景 作者坐了大船 要到这地方了 然后呢 很多人在船上买东西 作者说我下船在买 这位作者在下船 碰到一大堆小商贩 做一个铺点 好 第一段我们跟老师 就学习到这儿